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已经25岁了 帮朋友问的 绝不是我 25岁了 怎么可以让腿变得更长 有人说 让你朋友照相的时候 把手掐在嘎子窝处 就是掐在这儿 我觉得这个不大靠谱 这个好像是蒋欣姐跟我说的 看来她平时经常这样干 第二个 找个大长腿男票改良下一代基因 可是我问的是 25岁的我 并不是我的孩子好吗 好像这个靠谱一点 这上面写的是 瘦腿可以从视觉上变长 我还蛮期待这个的 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怎么瘦腿 我们今天又请到了我们瑜伽老师做讲解 老师我的腿的问题是 我从小特别喜欢翘二郎腿 然后我这边就一直这样翘翘 我就发现我整个人的身形就变歪了 尤其是小腿部分就变得越来越弱 平时习惯性地翘哪一侧的二郎腿 我喜欢把右腿 右边这样去翘是吗 所以你可以去发现你的右边 你的左腿可能是比右腿长 你会发现自己有一些高低肩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长短腿的问题 如果我是这边一直翘到翘 然后我再换这边翘不就平衡了吧 其实是不可以的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翘一直在翘右边 它的肌肉整个骨骼已经定型 是这样歪的了 就是说你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再给它翘回去 对吧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首先不翘二郎腿 对吧 那老师我还有就是我平时 我以前拍戏在现场 比如说我24小时我都能站 但我现在我发现我站不动了 就是而且我看我的膝盖是往后挺的 是 然后我就觉得我所有重心都在膝盖这一块 还有小腿我就特别的疼 那久站更危险些 还是久坐更危险 久坐好像胯骨又会大 对久坐的话会有甲胳骨骨骨 觉得我的胯好大 屁股特别大的那种 好不活了 这样也不行 坐也不行 其实那不动是最大的问题 对 那我下面可以教你几个快速消肿腿部的小腿头 好的 下面我先教你第一个经络按摩法 比如说我们重点是小腿 大腿 大腿 你可以最好的方法记三个就可以 比如说我顺着一个小腿的内侧 内侧 对 一定要竖着去滚 因为你要跟着它整个线条感的走向去走 这样 就是你不一定要横着去滚 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对吧 感觉像搓倒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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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办法呢老师 第二个跟着我去做一个拉伸法 比咚拉伸法 好 首先我们伸着左腿 然后跟着我一样去右脚 眼睛看前方 来把手抬高 好 鼻子吸气 眼睛看天花板 好 呼气的时候试着往前走 好 可以了 我先大概调一下 你看这两个臀部都不在一条线 可以 然后把手 好 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眼睛看清 可以看前面 好 鼻子吸气 好 呼气 好 再鼻子吸气 好 呼气 好 可以了 五 四 三 二 好 太疼了 金拉伸法可以让整个 肩膀更长 好 第三个 钟摆 好 看一下你的脚的外侧 有没有跟你的胯的一条线 对好 然后手插腰 想让后面有一张椅子 我想让我要坐到椅子上 往后坐 屁股再往后借 很好 好 那现在我要练腿了 让我的双腿往右边走一小步 好 然后在左边收回来 冰上 就会变粗吗 不会 它会把你的松的肉给它收紧 收紧 然后再一拉伸 现象的特别好 好 打开 冰上 好 左边打开 冰上 打开 冰上 好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项目 自取取 我简直是 我从来不擅长这种东西 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谢谢老师 今天我学到了三套动作 也很简单 我觉得我可以回家慢慢地做 就不在大家面前再展现了 就不在大家面前再展现了 要每天坚持哦 好的 好的 想知道我还有什么新奇好玩的 瘦身方法吗 期待下周的养子show time哦